各位可能想不到 平常在照顾别人的人 通常也很需要别人照顾 就像医生 护士 所以我那时候接了好多案子 都是照顾者 像我昨天刚到嘉义 我就发觉我真的到嘉义 好像也是到医院去帮护理人员 然后去帮社工照顾者 然后去帮他们抒压 因为我觉得 一样能够先照顾好自己 才有办法去照顾好别人 我记得印象很深刻 有一次到了一家医院 那医院那个课程时间很特别 早上八点 好早 光能够起床 对我来讲压力就很大了 然后院方跟我讲说 那个护理长跟我说 老师 现场人不多 大概有三百多位 就比各位的精神再多一点点 然后教室现场跟各位这样很像 接地教室这样一路排下去 其实灯光更暗 然后我到现场的时候 这些护理人员 基本上的表情不像各位一样 已经是这样 好像参加我的告别式的感觉一样 那表情是哀气你知道吗 然后要剪题目 情绪管理跟压力疏解 我觉得他们现在 这状态真的不大好 然后开始三个之前 对啊 我也都是会的 来 各位两只手借给我 Oh yeah 全场只有我一个在Oh yeah 然后开头我都会固定 先问两个问题 第一个来 各位请告诉我 早餐吃了没就这样 结果呢 现场所有人 不但没有人举手 很多人就看着我这样 来问各位 为什么会 为什么 对 还没吃 然后那个还没吃就算了 就回答我还没吃就好了 所以他们就 那我就问一下 怎么了 他说 老师 哪有时间吃 压力好大 都还没有时间吃 下一个问题我就再问 那请问各位呢 昨天几点睡 跟我一样 12点以后才睡觉请举手 结果呢 不但没人举手 有些还会这样 我还被鄙视耶 但我根本不了解他们的苦这样子 那我说 怎么了 来 各位猜看怎么了 没睡 为什么没睡 因为他们都直 早上八点课有些人才刚下班 夜班大夜班 所以他们不但 才刚下班没睡 而且他们现在最痛苦的一件事情 就是一下班还要来上这个 情绪管理跟压力疏解的课 他们现在压力最大应该是这件事情 你知道吗 所以难怪表情塞面 对不对 那个比保全院的表情可能更难看 那当下我就知道了 我不能按照我投影片的方式 交下去了 对不对 因为反应都不如我预期嘛 要进行做一些转变 然后说 看来各位 现在都很累了 又没有时间吃 然后各位老师一开始 帮助大家用一个方法 可以瞬间马上输解您的压力 来 这个方法是什么 来 各位猜猜看 下课不行 因为领了讲师费 这样子太过分了 而且才刚开始 对不对 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 这个我们的那个 护理长 还是在那边照顾那些迟到的 对不对 所以怎么可以说下课呢 怎么办 他们说需要什么 睡觉 睡觉 对不对 但是我不能说来睡觉吧 因为毕竟我是专业的讲师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我就说 来 各位 然后我就请当时工作人员 帮我关灯 当时工作人员 然后关完灯以后 就开始从我电脑放一些 那种催眠放松的一些音乐 一放我就来 我们来做深沉呼吸 待会请各位 是不是听起来比较专业 有点不明觉厉的感觉 对不对 请各位闭上你的眼睛 听着音乐 听着欧言老师的引导 专注在你自己的身体 专注在你的呼吸 来 现在跟着我一起 吸气 缓缓吐气 再来 吸气 缓缓吐气 然后我就睁开眼睛看 才有人眼睛开 嗯哼 跟上 吸气 缓缓吐气 各位不知道那天状况 真的 不到五分钟就有人怎么样 打呼 打呼 你们有在现场吗 你们怎么知道 真的 不到五分钟就有人打呼 可能他们有多累了 大概在这个方向 有一个很清亮的声音 突然之间在 寂静的音乐当中 一声 那一声 在我们那个水晶音乐当中之下 写得无如此突兀 然后那个 甚至吓醒了旁边 正在吸气阻气的人 你知道吗 但是那位大姐继续 旁边的人整个醒过来 非常慌张的看着我 我马上说 来 不要吵她 她现在进度超前 她是现在本班最放松的 而你啊 就是太在乎别人的声音 才会没有倾听自己内在的声音 现在你们这些人闭上眼睛 赶快继续吸气 缓缓吐气 结果那些笑 你不但不自止 还变像鼓励 好 来来来 都来捆 都来捆 好了 有些人还在撅 一定万万没想到 后面十分钟 我还在继续吸气 缓缓吐气 因为放完repeater继续放 你知道吗 哇 好几个这都说东倒西歪了 来问大家 你相不相信 当一个人真的很累很想睡觉的时候 我真的改变我课程的内容 让他们一开始就真的可以 好好的睡一觉 那我那天真的让他们好好的 大概二十几分钟 然后我都在那边吸气吐气 到后面我连吸气都不讲 我怕吵到他们 那音乐越放越小 你想想看 这时候再醒过来 他们状况是不是会好一些 对不对 但是很妙 那以上那我还知道 所有人应该都放松了 全场大概有两个人不放松 各位猜看哪两位 对 没错 以前有人说 Oh yeah 对 我是没有办法那么放松 因为我还是要看着他们 有没有好好的休息 对不对 那时候护理掌压力比我更大 护理掌都本来在干嘛 照顾那些迟到的嘛 对不对 来啦 快点快点 签到签到做做好了 赶快 他两个都在吸气吐气的 你们在干嘛 他可能万万没想到 哇这二十几分钟 每一个还在吸气吐气 哇 结果护理掌跑到讲台旁边 非常焦虑看出我 老师 老师 然后我说 欸 怎么了 怎么了 怎么 老师 他们都睡着了 我说对啊 课程效果是不是已经完全达到 完全不用两个小时 是不是像魔法一般 大家现在都很放松了呢 不是 老师不行啦 我说为什么不行 因为我压力很大 我说为什么 待会督到如果看到 他都在睡觉 我怎么解释啊 我说来 护理掌 现在事情很简单 你的压力是所有人最大的 来 交给我 来帮你抒压 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 只要待会督到一来 放心 我就都算在我头上 这是我的主意 那第二 护理掌 你早餐吃了吗 没有 老师今天吃了 拜这个课 那昨天几点睡 我没有睡 来 坐下来 顺着音乐跟我们一起 闭眼睛 吸气 吐气 他竟然跟我讲 不行啦 你这样我会睡着啦 就顺着自己内在的想法吧 如果睡着怎么办 你就让自己睡下去 不行啦 那我说放心 读到来了 我会说你是最投入的 那待会如果 我把大家都叫醒之前 我会先把你叫醒 就没有其他人知道 你有在睡觉啦 结果一讲完 他竟然没有说不要 而说真的喔 说服了 他内在是想要睡觉的 他多累啊 对不对 来啦 然后每隔多久 吸气吐气 所以 护理长好快就打呼了 千真万确的故事 然后那个时候呢 接下来呢 就是轮到我在考虑 什么时候把他们叫醒 因为呢 收这个钱 收得有点心斑 离不得的 对不对 但是真的 我真的让他们睡了 大概二十几分钟之后 我再缓缓的换个音乐 把他们叫起来 这个时候再喊欧夜 是不是就很像生懒腰的动作 慢慢的生懒腰 把自己的身体再慢慢换起来 让他们知道 后来我就算这个 二十分钟赶快调我的课程 整个课程已经完全变成 不是怎么样抒压 而是要照顾好你的身体 然后我再谈睡眠品质 再谈怎么样 可以让你自己的 在很短的时间都可以放手 放手 然后这个故事 这个事情 让我自己学到什么 你真的不能用原来既定的方法 面对不一样的人 所以我觉得 这个做老师 这是个非常好玩的一件事 每天都遇到不一样的人 你要重新改变教案 然后随机应变 后来我也看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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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订阅 转发